共同 参考 主要的答题 我觉得这个阴影非常的粗帅 那么刚才领导前面的制作大灯的这个花言 也给了我很多的喜欢 我们大家 我想我们都能共同的认识到 首先是我们觉得佛教是这么好 第二呢 我们能够共同的意识到 当今的整个社会是这么样的教络法 第三个呢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能够共同的认识到 我们担心佛教界 确实也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而解决好这些问题 也正是能够让佛法在今天的时代外观大 同时能够真正的照顾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那我们对佛教的真正的光摆 我想呢 两岸佛教界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生 我们除了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之外 我们还需要遵循着佛法的典许法 所谓这个典许法呢 那就是卢士英 卢士国 所谓卢士英 卢士国 那就是说佛教界 需要关心的有着太多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有着太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核心 理出这些问题的核心 我们究竟佛教界不一样的做的是哪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佛教的教育 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要解决什么问题 围绕着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再提出它的因 这个因也就是缘局 我们找到一种真正的缘局 我们也只有找到真正的缘局 那么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整个佛教界 需要达到一个共同的问题 否则的话呢 我们所有的谈话 很有可能都是谈话之谈 但是它会变得很工作 因为佛教界有着太多的这种学术会议 那么这种会议呢 多半都是大家有很多美好的应用画 那真的美好的应用画 它就是要有这个正确的因 但是我们需要把这种正确的因 形成一个模式化 常规化 制度化 然后让佛教界 我们大家共同来实践 那么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改革佛教 否则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说一百年 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 大家还是该做什么 还是做什么 那么佛教界只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是教育的问题 一个是这个教育管理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洪法的问题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教育的三大问题 那么所有的问题 如果把这个三个问题解决呢 我想佛教界的所有的问题可能也都能解决 就是做好佛教的教育 做好洪法部教 做好寺院的管理 我们一定要进行检讨佛法在这2500年的流行的过程中 一直到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们如何来继承我们的传统 世子战的传统有很多传统 有很多优秀的传统 也有很多权归肉体 所以国教从谈讨随谈走向比赛 明显国教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其实国教教育 今天的协议的教育事实上是 大体上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而这种协议的教育跟我们的传统教育 事实上是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呢 今天的协议教育也存在着太多的问题 它跟我们教堂的真正的目标 其实是有距离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对协议教育 不满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 真正的国教的教育 应该说 我们要培养的目标 比如说大体有几个方面 像信仰健身 生的养成 残求的能力 认识的贴力 寺庙的管理 同化部教的能力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培养身材的重要的几个内容 但事实上我们 现在当前任化的教育 你这样一个目标 事实上呢 是有相当大的距离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种中能力的教育 目的不明确 方法不正确 所以导致了我们佛教界尽管 寺庙的大量的这个朝拜化 事实上寺庙的原始的职能 是教育 是它的真正的职能 是一个教育的场所 哎 那现在的寺庙的职能 过于天下信仰 而忽略了这种教育的基本时呢 就是到 生死到我们的国教 这种信仰 变成这种浮显化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还有呢 比如说洪化部教人的建设 资格在其他宗教里面 都有非常广泛的配合 而我们佛教在 红化部教学方面 所以这一方面的成果 几乎是很少 虽然说我们教育 虽然说我们大陆 以及台湾的佛教界 在这一方面有着大量的经验 但是这种经验 它并没有和它成果 跟佛教界共享 所以我想呢 我们两岸佛教界 真正坐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围绕着 这些科兴的问题 不管 然后来共同的 针对这些问题来研讨 或者说我们 我们针对这些和平的问题 我们可以由大陆的佛教界的 不同的道法 和台湾的佛教界的 不同的商头 分别来 对这些问题 来分别来整理 编程 这样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佛法部教学 如何来做 世面完整的建设 那么这些内容呢 我们需要形成一个系列的成果 然后佛教界的成果 我觉得实际上 关键 在我们 教界 对这些内容 共同谈合 形成共识 形成共识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形成 常规化的教育内容 在这个常规化的教育内容的基础上 这个道法 再形成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温格 所以我想呢 偶尾有一个价格 更努力啊 佛教呢 还有可能 真正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 好 谢谢大家